笑语是画繁围简的过程 汉字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 简单也有大乐趣 探寻笔画间的逻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思维的课堂 今天我们来学习训画群兽的第三次课 前两节我们学了中国人吃得最多的猪 中国人最喜爱的羊 今天我们要来重点的学一学 中国人最重视的地位最高的 当然我说的是古代的中国了 这个动物就是牛 大家看看牛和羊 它们都有很多的共同点 从古文字上来看 都是一个动物的头的样子 这也是表示动物的古文字里面很特殊的 一般的动物像我们学过的虎 牛 蛇 鸟 鸟 这些动物都是动物的整体 而牛和羊只剩下了它的头 之所以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经常只剩下一个头 把牛头和羊头拿下来摆在盘子里作为祭祀祖先的祭品 这个叫做牺牲 大家注意 牺牲两个汉字注意了没有 都是牛字旁 表示牛羊猪作为牺牲的最重要的一种祭祀品 所以主要是以头这个样貌来出现的 这个牛角和羊角的区别 上节课我们提到了一点 羊角外翻 而这个牛角内弯 牛角是往里面弯的 羊角是往外面分的 这就是大家注意 牛和羊的一个大区别 当然牛下面没有胡子了 也能看出来 这个牛在我们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是我们中国人用来耕地的最重要的处理 当然了 牛还可以拉磨 牛还可以拉车 但是都赶不上它离地的重要性 很多动物它离不了地 它没有这个力气 很多动物也不能到水田里面去泡着 水牛可以 力气又大 又能够经受住水田里面 在水里浸泡的这种劳动环境 所以这个牛天然是我们中国人用来农耕的一个最重要的帮手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牛的地位非常的高 在春天盗杀羹牛如同杀人也是死罪 如果你偷盗别人的牛杀了吃肉 对不起 你要用你的命去给牛偿命 是因为你杀了别人的牛就等于让人家整个一个春天无法生火 无法播种 那么粮食欠收间接的也会害死人的 所以牛非常重要 既然如此重要 就不可能像羊猪一样大量的宰杀用来祭祀 因为牛太重要了 大家都把牛宰杀祭祀了 那谁来干活呢 所以能杀牛祭祀的只有国王国君一人 一个王国里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才可以用牛来祭祀 其他人都不可以的 注意了 我们中国人用牛来祭祀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这样一个过程 里面产生了非常多我们认识的熟悉的汉字 汉字里用牛做偏旁的字 大部分都跟牛的作用 特别是用于祭祀有密切的关系 今天我们用这个线索看看 我们的国王用一头牛来祭祀上天 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吧 第一步 我们先要挑选出牛 怎么挑选呢 先挑他的性别 大家知道吗 我们是用公牛来祭祀 还是用母牛来祭祀呢 大家想想应该是什么牛呢 对了 应该用公牛 因为祭祀上天 上天是阳性的 属于公牛所代表的特征 所以要挑选公牛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了 我们中国人把公牛叫做母牛 公牛怎么叫母牛 注意 同样的发音字不一样 这个母 牡丹的母 一个牛加上一个土 土 一个堆一起的大土堆 表示壮大壮硕的 壮大壮硕 突出的 牛叫突出 这样的牛叫母牛 所以牡丹 这个母表示什么呢 表示像牛一样 像公牛一样 大大的花 牡丹花大家见过吗 中国的国花 开起来好大的一朵 非常的富丽堂皇 叫做国色天香 这个就是它叫做牡丹的原因 丹是红色 牡是大个的 首先要挑大个的公牛 这个叫母 第一步 第二步 这个牛身上能不能有残疾 这个牛跟人打架 这个牛脚缺了一块 这个牛耳朵只有半拉 这个牛的身体都是伤痕 可不可以 不可以的 这个牛必须是标肥体健 浑身油光水滑 牛脚要完整 这样的一个牛 我们选出来的 这个叫特 特 就是我们英文说的 chosen one 选出来的这头牛 所以它就很特殊了 特的右边 是一个四字 这个四大家天然不要认为 四就跟和尚 就跟寺庙有关系 四在中文里表示 做事情的意思 古人说的四呢 实际上是古代的衙门 比如说我们最早的寺叫大理寺 大理寺就是最高的法院 是审理案件的工作的地方 到了东汉的时候呢 因为从西域来的僧人 来到我们的中国的洛阳 在这边住下的时候 没地方住 所以呢 我们的国王为了好好的招待他们 让他们呢 住在政府的机构里面 这个叫白马寺 住在这个地方 给他们修建了一个 按照我们的瓜尼牙的标准 修建了一个他们住的地方 所以呢 也称之为四 久而久之呢 四的意思 就从我们原来做事的地方 我们的牙门 变成了和尚所居住的地方 好了 特由牛和四组成 合在一起 就表示做事的牛 干活的牛 选出来的这头牛叫特 特殊的特 这个意思大家应该能理解了 这个特 选好以后 我们直接要杀死他吗 不 这个特呀 我们会让他住在一个专门的地方 大家看 一个地方 一头牛放进去 这个字就是牢 注意了 牢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牢房 把这个牛关住的 刚刚我讲过了 这个牛 是我们要祭祀给祖先的 是一头特别光荣的 特别好看的 高大的公牛 所以 给他住的地方 也是好地方 给他好吃 好喝 好招待 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 能够长得更加的饱满 精神更加的好 有人天天给他洗澡 给他吃最好的草料 喝最洁净的泉水 还有人给他弹音乐 给他弹奏 真的是对牛弹琴了 所以这个牛被照顾的非常的好 牢 注意了 在古代是一个祭祀的名称 国王用牛羊猪 这种三种牲畜来祭祀祖先的方法 叫做太牢 注意 这个牢是他的本意 诸侯 大夫 贵族 可以用羊和猪来祭祀 不能用牛 这个叫少牢 所以用到太牢和少牢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都是非常隆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 牛头羊头猪头摆在这里 那件是非常重要的向天神汇报的一个仪式 所以牢的注意 不是关注他的 而是招待他的 跟我们今天说的牢房完全不一样 从牢里住了很久的牛 终于来到了当牺牲的这一天了 首先 我们杀牛的这样一个人 要给这个牛 先把他的血 把牛的血给放出来 给牛放血 这样的一个过程 叫做物 什么物呢 就是今天说的请物打扰的物 怎么血呢 大家注意看 一把刀 加上两个点 这个点 就是 先血 刀 割下去 先血 冒出来 好可怕是不是 没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 不管说是可怕的 还是可爱的 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去接受它 不用担心 用一把刀割下去 把血放出来 这个就做物 这个物今天我们加上一个利刀旁 注意了 这个字就是稳 稳 我们说自稳 自己拿刀割自己的脖子 自杀 这叫稳 把牛的鲜血放出来 怎么祭祀呢 把这个血 把它 撒在一面大骨上 啪 撒在一口大钟上 这个血 撒这样的地方 一般来说都是能发出声音的 这样的一些乐器 这个叫信 怎么写呢 一个血 加上一个一半两半的半字 这个半 我们下个字马上就讲 把这个血 撒向钟 叫信钟 撒向鼓 叫信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钟里面也是有神的 鼓里面也是有神的 我们在战场上 我们敲动这个鼓的时候 鼓里面的这个神就在发出巨大的声音 来振奋我们的士气 来激昂我们的士兵 同样 这个钟也是这样的 敲动这个钟声 这个钟声是有神力的 是有魔力的 不是普普通通我们听到的这个声响 所以里面住着钟神和鼓神 我们要用血去祭祀他们 这个血放出来叫物 牛加上这个物合在一起 就叫物品的物 大家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物品了吗 因为我们用来祭祀上天 最重要的祭品 用来表示所有的祭祀品里面最高级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头牛了 你拿什么东西去奉献给祖先和神灵呢 最好的就是牛 因为牛是我们最重要的财产 所以我们把最重要的献出来 这个就可以代表一切的贵重的东西 所以物品的物 万事万物的物 就用给牛放血 让牛作为牺牲 祭祀上天 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表示 我们把最好最好的东西献给你 物代表的就是古人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 好了 放完鞋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牛 把它下刀 把它肢解 这个字叫做半 大家看这个半字 我们的教材上也有 上面是一个分开的八 下面是一头牛的样子 一个八表示分开 在憨字里的八 这样写都表示分的意思 分牛就叫做半 半就是把牛给分开 所以刚刚我们讲过挑衅的信 在把牛分开的时候 用他的血来祭祀给古 祭祀给钟 所以半就是把牛给分掉 为什么要分牛 因为牛太大了 这么大一头牛 整个搬到桌子上 桌子都得压垮 所以这个牛得好好地分解 用牛身上不同的部位来祭祀不同的人 比如说牛的头 牛的脚祭祀上天 牛的尾巴祭祀大地 牛的耳朵赏赐给最厉害的 最有功劳的大臣 这个称之为直牛耳者 谁拿着牛的耳朵获得这个奖赏 谁就是最厉害的大臣 所以这个牛得用拌这个方法给分开 所以这个拌在汉字里可以表示分开的意思 比如说加个脚丝旁 拌倒的拌 表示用绳子把你的脚和地面给分开 摔倒了 加个蹄肉旁 凉拌的拌 拌沙拉 把不同的食物放在一块 搅和搅和 拌在一起 反叛的叛 分开 跟你原来的部队 跟你原来的祖国分开 而且他加个反字 还反过来 against 对付自己人 这个就叫判 半表示分开 反表示再反过来 对付自己人 叫叛乱的叛 叛徒的叛 就是这样的 脱离组织 然后对抗组织 除了表示分开以外 这个半字大家注意 还有个意思 表示一大块 a big block of 为什么 因为牛太大了 就算我们把这个牛给分了 分出来的也是一大块 一大块 一大块的 所以注意 半 第二个意思 表示大块的意思 比如说 陪伴的半 一个单人旁加个半 表示很多人在一起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这个叫做胖 对不对 注意了 这个字本来不读做胖 这个字本来读做盘 盘的意思 就是一个人很强壮 块头很大 像李老师这样 这个咱们就叫盘 李老师不叫胖 叫盘 一个词语叫心宽体盘 就是你的心胸宽广 你的身体就会怎么样 就会特别的壮 吃的香 睡的好 这个就叫做盘 在这个词语里面 大家注意 读做盘 后来身体壮 太壮 再壮 再壮 那变成胖了呗 肥和胖在一块了 讲完半 下一个 我们叫做解 用刀 把牛角 从牛的身上给取下来 专门用来祭祀 这个取要很完整 所以解的第一个意思 松动 因为把牛角摇松 摇松松 松完以后 才能完整的取下来 所以第一个意思 松懈的意思 加个竖心旁的解 就叫做懈怠 心理放松了 第二个意思 把它给解开 分开 我们说解绝 冤家一解 不一解 给分开 把牛角 从牛的身上给弄下来 第三个意思 叫做完整 什么完整呢 我们说 鸭戒 苏三起戒 这个戒都表示完整的牛角 原来的解字 没有那个刀 大家注意看 就是两只手 一头牛 一个脚 甲骨就这样写 所以这个时候 你们可以理解到 这个牛角的松懈 摇摇摇 就像拔牙一样 把它晃晃晃 松动以后 把它取下来 所以记住解的三个意思 今天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这个汉字 我们古人写成一个牛 加上一个口 我们老师教这个字 叫一口咬掉牛尾巴 这个字叫做告 结合今天李老师讲的所有内容 大家自己想一想 这个告 是嘴巴在吃牛吗 还是应该表示 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